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 这里是由金明制作主持的快乐玩童军 那我们今天呢 继续来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 台北市童军会106年东令高级考验营的一个活动 那这一次的一个高级考验营呢 是从2月3号礼拜五到2月8号礼拜三 总共是6天5月的时间 那活动的地点呢 就位于这个滨江国中 那这次高考营的团长呢 是我们的朱启贤朱团长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 以及童军伙伴来介绍 何谓高考营 那是不是请朱团长一开始先简单 帮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是童军的高考营 大家好 所谓童军高考营就是 根据进程委员会的规定 童军分成6级 初级中级高级 10级长城国花 那么要晋升到所谓的高级童军 必须参加台北市童军会举办的高级考验营 通过以后才能够取得高级长 所以说高级考验营的目的主要就是 让童军取得高级长 所以来参加的都是中级同军 都是中级同军 然后这一次参加的人数呢 这一次参加总共有120位 小伙伴 好那是不是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高级考验营它的整个考验的内容 大概有哪一些项目 高级考验营根据金融委员会的晋级标准 总共分成14大类56项 那么高级考验营所有的项目参加的小伙伴 都必须要全部通过才可以取得高级长 14大类56项 那如果说他们在考验的过程中 没有办法一次完全通过的话 后续的补考是大概用什么样的措施 后续的补考原则上是说 假如说我们在营期没有通过 那么我们会有一个补考的机会 就是大概在这一个营期结束 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在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三月以后 我们会有一个补考的机会 那么假如你再没有通过 那么可能就是必须要等到 下一次的三级考验营以后 才能够再来参加晋级 但是下一次来参加晋级 又分成两种情况 也就是说假如你这56项 只剩下5项以内 原则上你可以不需要参加 6天5夜 下一次6天5夜的高级考验营 你可以直接来参加考验 就是不需要再参加路级活动 那么假如你超过5项以上 那就要请小伙伴们 再来参加一次 所谓的高级考验营的测验 但是之前考过的项目 也就是说你在上一期 所有考过的项目 我们会给予保留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6天5夜 他们要完成这56项的一个考验 所以说大部分都是在团内 已经团长已经受训好了 对不对 依照团活动的设计 正常的团 假如说你有固定举行团机会 而且真正有参加过 所谓的男师自营 通过中级考验 团里有经过适当的训练 他是可以通过这个考验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那如果说有些团 他可能训练没有办法太落实的话 是不是变成小朋友要来这边 一边考验一边受训这样子 高级考验营基本上是不受训 可是我们会交代队服 就是说假如这个小朋友完全都不会 那么我们每一个小队 每八位小伙伴我们都派会队服 会给予适当的辅导 因为队伍本身也是考委 他非常的忙不一定有空 但是我们更鼓励一点是 我们希望他同队的小朋友去教他 因为同队的小朋友去教他 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所以这样子你们在分组 是不是也是以同团为一个小队为单位 是我们的编组原则是 同样一个团 我们尽量编在同一个小队 尽量编在同一个小队 然后男孩子和女孩子是混合编队 那这样子一般 这个猪团长带领了这么多次的高考营 他们整个合格的比例大概是大概多少 一次性通过的比例是比较低 但是通过补考也就是高考 整个的比例大概从五十几% 我参与的今年是第五次 从五十几个percent到七十几个percent 八十percent左右 然后这个十四大项 五十六小项的一个考验 有没有哪一个是比较 同军一般来讲比较困难的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困难的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CPR训练 有一些团他可能没有特别去找消防员 或者是说其他的单位的人来协助CPR训练 因此小朋友他看了也不一定会 因为他没有练习 那这一个对高级考验人来讲 可能会比较困难 另外就是说驾帐 譬如说乌市长搭设 驾帐 露营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八人副市长的这个驾设 他是必须要驾设乌市长 那是有四位小伙伴 在20分钟里面去完成搭跟拆 搭是12分钟 拆是8分钟 这个需要默契的配合 假如说没有同团或是适当的练习 临时要组合起来 去搭你没有练习三五次 估计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一项考验 那这样子他们同军一般来参加这个高级考验 他们的心态上跟技能上 是不是都已经能够做到充分的准备 没有办法百分之一百 但是应该会送到高级考验营来考验的 应该七八成都是有准备 甚至我知道有一些团 他们为了参加这种考验营 他们都会在考验之前 进行三天到七天不等的集训 让小朋友能够知道说所有考验的项目 因为可能在半年里面 小朋友不一定有办法完全的接受到 所有考验项目的项目 所以说团长或是很多的团 他会进行特别的训练 那这是高考营的工作人员 是不是朱团长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大概是怎么找一些比较熟悉的伙伴 一起来担任这样的高考营的一个团队 高考营的团队的伙伴 大部分他们都有之前都有很多参加高考营的经验 像我们的分团长张正中分团长 谢昌豪分团长 吴淑斌分团长 他们可能都比我参加过更多次的高考营 他们参加高考营服务可能都超过十次以上 那么市务长的部分是林明仪伙伴 他原先是在南十字担任市务长 那这次就请他到高考来担任市务长 那教长吴建宁伙伴是我们团的伙伴 那我在当团长的时候他是幼童军 他也长大了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培养新一代的 能够尽量的让他多参与一些服务 好那这次除了很多服务员担任这个工作人员之外 我知道也有一些刑意罗夫也会下来帮忙 那一般他们大概都担任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的罗夫主要是担任小队府 主要是担任小队府导 那15位罗夫主要担任小队府导 那还有一些是国化服务的有两位伙伴 一般这个同军们来参加这个高级考验营 他们的心态上是都真的是 就是知道要来考验的 有别于我们的一些同军大陆营对不对 会来参加高级考验营 他就是目的非常的明确 就是晋级 也就是说我今天去参加 在团里面通过初级考验营 然后参加过南十字营 中级考验营之后 我希望再获得晋级 那高级考验营会必须去台北市 同军会办的考验营才能够 晋级才能够算是合格 因此目标是非常明确 就是晋级 所以他们来参加应该就比较不会有 有些人可能是 比如说他的背包可能还用行李箱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绝对不会 百分之一百 因为我们之前有开说明会 而且除了这个以外 高级考验营56个项目里面 他有很多是事先的作业 就是说录影计划书 工程计划书 工程模型 直接拉到标本 这些都必须要在事前就去做 所以说 只要来这边参加考验的 都非常的明确 就是我是为了获得晋级 然后这些作业 我一定要事先做好 因为他这些作业假如没有做好 他就不会通过考验 那高级考验营在整个六天五夜 有没有一些他们属于 他们自己的小队时间 是比较放松或比较轻松的 其实我们的考验 的方式是很开放的 也就是说考委等考验的人员来 那你可以option 你可以任何一个时间都休息 可是你也可以很拼命的去考验 因此我们会鼓励小朋友 去争取这样子的荣誉 希望小朋友更积极的去开与考验 他假如是想要放松 任何一个时间他都可以 因为在考验的时间 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 这个上午的考验时段 他可以一个也不去考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像我们幼童军闯关 是自由闯关就对 是完全是自由闯关 没有错 那如果他们比较不积极 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会通过 就是要book考 对 就是一项也不会通过 那我们这个高级考验营 一年就是两次嘛 暑假跟寒假两次 是 暑假跟寒假 那因为天气的关系 有没有一些操作上要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暑假可能我们会相对 因为天气很热 所以说可能会有台风 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会特别去考量 但是因为时间上来讲 时间上来讲 我们要配合学校的一些客服的课程 所以说一般来说都在七月初 七月十五号之前 我们就会办行暑假的考验营 除非有很特殊的活动 我们才会延到八月底 那么寒假的时间一般来讲是三周 因为会碰到过年 对 所以说正常的一个情况之下是 寒假一结束马上就开始 第一周 对第一周 那像今年比较特殊 因为他第一周玩的最后一天是除夕 所以说我们才延到过完年以后 再来举行这个高级考验营 所以这样子 朱团长看到这两天他们的表现 有没有因为刚过完年 他们整个表现是比较有状况的 小朋友不会啦 因为过年他们反正都很开心嘛 那一般小朋友会来之前 我知道有一些人是 过年的时候在家里拼命写作业 因为他那个作业不写完 他没有办法教 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因为什么 像我们过年第一天 很多人上班就会出状况 因为可能太晚睡啦 或是身体拉肚子什么 所以到目前他们都还没有这种状况 这个现在不会 因为这个很明确 就是小朋友的概念 跟我们大人在过年 那个概念不相同 他们来很明确就是 我是要来参加考验 团长所有的东西 都已经跟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会知道说 我今天来就是要去参加这一个考验 我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说他比较不会像我们上班的一个情况 过年我可以休息 然后休息完了睡过头 这个在高考营比较少发生 所以来参加高考营的基本上 他的心态就是做好准备 他一定要过 他才能够达到晋级 对 是的 因为高考不通过 你后面就算有 你考了20个专科章都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办法 健身到十几长城国化 所以说高考是一个蛮重要的考验 而且他非常的全面 也就是说你56项必须都要通过 我们的原则上是这样子 假如说你有急救专科章 可是你来高考 你应该要考急救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考急救 我已经有急救专科章了 为什么要考急救 在我们认为在高考的这个阶段 我们会认为既然你有急救专科章 你就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只是希望让每一个小朋友 在每一项都能够去做 去表现 像音乐舞蹈都一样 你可能学很多的音乐 可是我们也会希望你来 所以说我们音乐 有拉小提琴 以前有拉小提琴 我碰过 小提琴发国号打太鼓 可是更多的人是吹子笛 我们是希望你去表现 舞蹈也是一样 你跳得很好 OK 你不会跳 我们会希望你能够勇于表现自己 所以说高考的目的 它更在于说 它会很希望很全面的去做 你会的 我们会希望你展现给不会的小朋友看 所以这样子等于高考的同军伙伴 他们在心态上都已经做好准备 不像南石自营可能有些小朋友来 还会紧张压力太大 或是适应不良这种状况吗 会高考也会 也是会 因为十四大类五十六项 其实对很多的团的团长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然后很多的计划书 公共计划书的作业 拉业表本 很多的团 因为它不一定有实际去操作过 所以说 这个也会给小朋友一些压力 但是我们在说明会 或是在很多的资料 我们提供相当详细的资料 希望能够尽量帮助小孩子 能够通过这种考验 那我知道这个团 有些团它可能历史很悠久 它的团很扎实 那有些团可能人数比较少 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前面 这么一个精确的一个训练 所以一般他们都怎么样来补足 他们在这个同军伙伴 参加高考营之前的准备 他们是透过联团 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 我知道有几个方式 一个就是它会几个团 组成一个类似像训练营的活动 就是高考之前的训练的活动 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一天两天 三天五天不一定 那有一些学校团 我知道的是 它会特别找一个时间 就是不露营 就是专门请有经验的人 专门来教 那还有一些是 请他们的学长回来教 也就是说通过的学长 但是会有少部分是 这个团从来没有人高考以上的级别 有这个有的 那这样子的小朋友来的时候 团长给他们的心态 可能就是说 你在这边学习 也就是说 他抱着学习的态度 来看别人的一个情况 然后希望从这当中 学习一些东西回去 下一次我通过高考 我就可以回头去教他们的小朋友 好谢谢我们的助团长 谢谢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为听众朋友来专访的是这个教务长 然后他是天母石桃园的吴建颖 来建颖是不是一开始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教务长在这个高考营的工作是什么 教务长在高考营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小朋友各项考验的标准确认 还有他们比试的考验 以及负责安排各科考委的考验项目 所以你等于你要熟悉各个考科的项目 还有比试的项目 然后还要知道哪一个考科的考委由谁来担任 然后他们的考试标准是什么 对我们必须找到适当的人 然后来做适当的考科 比如我们的植物标本 我们请到了士师团的植物专家 王建青伙伴来帮我们看植物来的标本 那像工程计划书跟露营计划书 作业的部分我们会请到很有经验的团长 来帮我们看小朋友的作业 那会请到对急救有专长的EMT2的急救技术员 来为我们考急救的考科 那神捷跟露营这两个部分 会有有经验的团长来执行考验的项目 那因为我知道这个高考考验的项目非常多 那考委当然也需要很多人 那以你这个教务长的一个工作 并不一定会认识每一个考委 对不对 所以当这个工作团队组成之前 你是每一个都要先确认了解 他们知道他们考验的标准到哪里 是由我来告诉他们考验的标准到哪里 然后由他们尽力去达到这个标准 然后让协助小朋友可以通过考验 对 所以说这样子只要标准没有变更之前 他每一次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接下来呢 因为有这么多的项目 是不是有哪一些一般他们是遇到会比较困难 没有办法过关的 大概是哪些项目 先补充一下 所以高考现在总共有14大类 那总共有56个考验的项目 那扣掉笔试 扣掉作业 我们还有41项是实际的数科操作 目前的小朋友会实际遇到第一个状况是 他们在打三项工程的时候 他们的升级是拉不紧的 因为他们的力气不够 那可能经验也不足 所以势力方向也会有所状况 所以他们在生活上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实际开始出科考验之后 我们在过去这三次考验的经验里面 他们在CPR 就是心肺复苏的部分 还有价账跟生活 这三个科目 是通过的比例来说 算是相对低的 大概通过率只有不到70% 那如果不通过 他们在这几天还有机会去补考吗 事实上现在的考验进行模式是 就是在考验营的第三天第四天跟第五天 我们这三天会给他们每天有六个小时的数科考验时间 那我们安排的方式是用区块攻占的方式 我们把这十四类五十六项的考科 总共把它分成三大区块 现在三个分团他会在这六个时段 把每个区块都去 有点像闯关的意思都闯过三遍 所以他们等于每一个考科 至少有三次的机会可以去考 至少 所以他们是以小队的方式来攻占 有要看考科的项目 对 比如说公自请旗感 八人物事账 单价制作 三换搬运 这些就必须要以团队的方式 有可能四人 对 有可能是八个人 所以大部分项目都是一个人 就是个别考试就对 是 所以等于说 你说比较难的 一般都是在需要团队的时候 因为可能彼此默契不够 所以在那个考验对他们两相对是比较难的 默契是一回事 另外一个可能是在于团里面训练器材 有可能在训练上有所困难 所以他们也必须利用这个 等于是边考边练习 所以相对于他们要通过的话 需要花比较多的次数 或比较多的时间 一般同军伙伴在参加高考语 他们心态上都能够做到充分的准备吗 就是来就是要接受这样一个 严格的一个考验结果 小朋友我觉得他们是 没有做到充分准备的 但是他们来之后 那由所有的队府 分团长 这些工作人员 来帮助小朋友进入状况 因为我认为小朋友他本来 一定要以一个进入状况的身份来 因为有很多外在环境的限制 那既然他有心来 那他有做了一些功课 比如说他一开始我们有办高考说明会 他有去听 那他作业上他也有照着标准去完成了 那完成的好或不好是另外一件事 那等于他是有心来参加这个高考员的活动 我就觉得他是已经是有所准备了 但是事实上是没有一个小朋友是 确实是有到准备好的程度 以你的想法是说只要他愿意来参加就值得鼓励了 没错没错 因为毕竟我们同军的背后意义是教育的目的 他会不会拿到高级章 就算他没有拿到高级章 也没有关系 我们是希望他可以在继续参加同军运动 其实在这条路上可以继续参与 那高级章只是他对这段学习的一个肯定而已 你大概服务几次这样的一个应对 我在民国92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担任过高级考验营的连队长 那后来我是一直到民国99年 才又参加专科考验营我担任录营考委 那以近年来说我是在那个2015下令 2016的东令2016下令 到2017的东令 所以等于近年在高考服务已经这是第五次了 所以主要都是后来这几年都在高考服务 是没错 那南十字跟专考没有 南十字我是2013的时候 2013的东令2013的下令 专考2012的下令我去 下三级考验你都过去都有曾经服务过 你个人会比较喜欢服务什么样的应对 以我个人我喜欢在南十字服务 因为在南十字的小朋友 我是常常开玩笑说小朋友 那去南十字的小朋友他们只有三个不会 这个也不会 那个也不会 什么都不会 我等于是用一个分享的心态 然后告诉他们 我们希望童军未来成为什么样子 然后我教他们的东西吸收了一些 他就会更接近我们想要他们变成的样子 就是在他们刚踏入童军这一块的 那时候你觉得你跟他们的相处是比较快乐的 对我觉得比较快乐啦 我这样讲的话 所以高考相对来讲就是一个比较硬碰硬 然后就一下就会跟不会 就是一下子就很清楚很明白的事情 因为高考要考验的项目他就是这么多 大家除法除一除就知道了 那我们想要教可是有时候并没有 我们如果花时间教了 会对其他要来考的人 这是不公平的 考验在很多因素情况下 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让他 尽我们所能让他公平 那最公平的就是时间 我们只能把有限的时间拿来考验 那做教学这个只能够说 就看状况啦 所以这样子如果遇到他们不会的 是不是他们只好利用他们小队 可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彼此交流 这样子跟他同小队的人来学 在区块公站的时候我们也有 就是他也可以在那个当下 他可以跟已经考过的人问他 那就用限学限卖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考验跟教学是分 既然是来考验他的目的是想要考过 那其实就有考验的策略 那他想要考过的小朋友他一定会想尽办法 就算他不会 那最简单的方法他就是问已经考过的人 马上教马上限学限卖 限学限卖 那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限学限卖的 比如说CPR 家帐 工资期感这些事情需要一些熟练度跟默契的 那所以相对来说这几个项目 他们在通过率上就会比较低 所以他们在通过考验之后 他们多久会拿到高级账 高考现在运作模式是在考验结束之后 通过所有项目的人 我们会他就是已经取得高级资格 但是因为有时候是考验时间的关系 还有因为作业的关系 我们高考营都会有一个补考 补考会在营期结束后六周之内举行 就是一个半月左右 那在补考结束 在结算成绩 一周内我们就会发布 所以以高考营结束来说 他大概两个月内可以知道 有对自己通过资格 不确定的只有要去补考的伙伴 那有补考资格的伙伴是 他经过这六天临期之后 他所剩下的五十六项里面 小于十项的 他才有补考资格 大于十项呢 他就是确定是要参加 下次的考验 重新再来就对 不用重新再来 他假设我们刚刚讲 以十项为一个分界 假设他五十六项是通过三十六项 他下一次来考验 他只要过剩下的二十项就可以 那假设他今天五十六项里面 他过了五十项 他剩六项没有过 就在补考的时候把六项全部通过 他就是取得高级资格 非常高兴我们专访到这个教务长 好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为听众朋友专访两位这个事务助理 一位是吴嘉玲 那一位是谢存安 那他们两位呢 都是狮子团的一个伙伴 目前呢都是高中生 哈啰你们两位好 这次为什么会来帮忙三级考验营 因为我高三刚考完学测 没有事情就想说来帮忙 所以表示你学测考得不错是吧 所以才有心情出来服务 没有算是休息吧 就之后要继续努力指考 所以你自己觉得你学测应该考得不太好 对 所以就短暂的休息 为了再继续指考 然后那个再来是嘉玲 她是目前是高二嘛 对 所以你的科业压力就小一点 对不对 嗯也是蛮大的 好那你们两个参加童军多久 大概从国一开始 大概五年吧 五年 好那个嘉玲是五年 然后那个存安呢 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 所以应该是快九年 一个五年一个九年 所以都非常长 那你们两个是同一团就表示说你们过去常常在很多活动都有一起参加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两个感情好不好 还不错 加个还就怪怪的 很好啊 是非常好吗 那你们喜欢童军运动哪里 什么样的活动让你们一直参加到现在 呃是露营吗工程吗还是神捷 算是出来跟朋友一起露营吧 对就聊聊天然后 然后转换一下心情 就是你们把一些课业的压力把它暂时放在后面 所以童军运动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休闲 转化一下课业的压力这样子嘛 对 嗯那这次的服务会不会有点压力有点紧张 因为要面对这么多团长 蛮紧张的 我也是有点紧张 嗯那你们的工作内容先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事务助理要做什么工作 我们主要负责那个食材的部分 然后就是各种器材 对 包括组织跟麻绳之类的 那个也要你们准备 你们应该是做分配的工作 对不对 我们就帮团长一起分配 嗯就是都会有人买好 然后你们就要依照各小队的需求 帮他们做一些分类 对 包括你们刚刚在做的这个晚餐的一个配置这样子 对 那如果课程方面有需要做一些准备吗 嗯 就只有之前帮忙一起搭那个示范的营地而已 哦 所以示范营地你们这样搭起来应该很熟练哦 嗯 就是你们其实狮子团在技能方面是有特别要求 对啊 然后这是 呃是什么原因找来这样的服务 自己报名的 对 所以你们 都是团长报名 对 所以以前你们没有服务过 那这是因为听到团长说有这样的服务机会 你们就自己报名 我去年暑假也是 对 嗯 那一样是高考营吗 我去年暑假在专考营 那家里呢 我是第一次来就是第一次服务然后就来高考 嗯哼哼 那为什么想来 就是 没有听到高考非常的硬 然后 其实来这边服务很累 对不对 嗯 有听说啊 嗯 可是就是被分配到这里就来了 好 然后 你看到这些 参加高考的童军 其实就是你们几年前那个样子 对不对 你们几年前也曾经参加高考营到现在 那这样子你们会不会觉得他们 呃 你这样看他们你们自己会有什么感想 就 以前自己的影子啊 所以以前也是都傻傻的 然后很紧张这样子吗 嗯 嗯 嗯 然后现在看他们这样子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好笑 就是其实走过来 反正最后还是会走过来 对不对 对啊 嗯哼 好啊 那谈谈你们两个的感情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情 就是除了你们在童军活动 有这样一起参加之外 你们有没有好到自己私底下 还会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没有出去 就是大家一起出去吃饭 对 就是你们的行义的自己约出去 嗯 除了吃饭还有什么特别的休闲 你们彼此有什么兴趣 有共同的话题吗 因为我知道有时候同学会继续参加 都是因为好朋友的关系 嗯 所以这样你们两个就很不熟我知道 哈哈哈哈 两个都在 嗯 所以你们有什么话题 你们喜欢聊什么 或者是说你们在露营 其实你们小队时间 你们晚上在帐篷里你们都会聊什么话题 都聊啊 今天又看到什么事情啊 然后谁怎样怎样做什么事情这样 你们有悲惨的那个露营的经验吗 就是下大雨啊 帐篷漏碎什么的 有下大雨 所以还好没有露进来 对 嗯 嗯 然后有没有帐篷大不好 突然垮下来 嗯 我知道很多国中生刚开始都会有这种悲惨的经验 我们好像没有吧 嗯 没有 所以我看你先讲 你现在马上高三 你大学想念什么 我比较希望念像法律 有锁定的学校吗 还没有 就是法律相关的 嗯 那目的是什么 想要帮助人吗 算吧 当很正义的法官还是检察官 法官吧 哇 真的吗 你过去有看到一些新闻 让你觉得心里有一些 想为社会做的事情吗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 嗯 判决会觉得很不公平 可是又会觉得可能法官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之类的 所以你觉得你应该自己下去你才能够了解 嗯 为什么很多法官他会这么判这样子 对 好 好 然后那个嘉玲 你虽然只有高二可是也才差一岁 你对你自己大学有想法吗 大概就想去医科的 护理系之类的 当护士吗 差不多 嗯 就大概可以跟小孩接触 那个应该是有保课 对 差不多那种 就是你喜欢小孩子 嗯 对 那你们这样子 这些话题你们自己彼此有聊过吗 还是今天彼此都是第一次听到对方的兴趣 有聊过 但是比较少 对 好啊 最后讲一下你们当初参加童军是自己想来 还是一开始都是爸妈带你们来的 爸妈带我来的 所以爸妈也是服务员吗 不是 然后带你来的时候他们没有进来跟着服务 哎呦 就丢着让你自己玩 算是吧 好 啊那个嘉玲你呢 我是也是爸妈带来的 就是爸妈的朋友介绍有同军种活动可以参加 然后爸妈就带我来 所以他们也没有在这边服务 没有 嗯 不过你们 都已经高中了 是不是也不希望跟爸妈在一起 如果他在同一团的话 对不对 希望有点距离比较好 免得做什么都会被念这样子 对啊 对啊 对可是你 你们又没有曾经这样一起在同一个团服务过 不用 不用啦 不需要 哈哈哈哈哈哈 个人过个人 对 就表示你们跟家长还是有点距离 你喜欢有点距离这样子 感情比较好 你们家里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参加同军吗 没有 我有一个妹妹原本有参加 后来没有来了 哇那不是很可惜 嗯 嗯 那你不会跟他聊什么 他不听我讲 哦 那他以前是你们私事团的 嗯 那他有说原因吗 因为他是念私立学校功课比较忙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来 哦 那可能到大学比较自由就会继续参加 可能吧 好 最后讲讲你们这次服务了等于是两天多的时间 对不对 好 然后聊聊你们这次最后的感想好不好 你们在事务助理这方面 呃 这一次有学到什么经验 就是 我还是同军的时候 我以为 看那些事务啊 教务 就那些哥哥姐姐在那边都好像很闲 然后 就我们自己在那边做得很辛苦 很累 但是 当事务才知道原来他们也是 有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都没有发现 对 就是以前你看 你就有点心理不平 等你自己做你才发现事务真的很累 对 对 嗯 我跟他差不多啊 就是觉得自己当初为什么 就是 当初自己看那些哥哥姐姐都觉得说 感觉当事务跟教务都很轻松 没有事情 然后 现在自己来做才知道原来 很多事情都是 因为他们把我们做好 所以我们才比较轻松 那以前会不会感觉他们都一直在骂人 然后你们心里就不平衡 还好 不是都会骂得很凶吗 像刚刚那个 连队长 7.72 以前你们都没有感受这样子 嗯 小小的 一点点 一点点压力而已 还好 我是觉得有压力 但是 没有到不平衡 对 那表示你们心态很健康啊 好 谢谢我们两个 谢传恩跟吴嘉玲 写工程计划书 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 同一个时间 每一个人 都要去做正确的事情 所以说 我看你们的工程计划书 就是用这个标准去看的 第一个 工程名称 阻止用途 工程名称是什么 四角三桌 阻止训练什么 比如说 你可以训练神节 小队精神 这个都OK 用途 当然就是 我们在野外的时候 可以使用 这个不是重点 下面的这个就是重点 第一个 你们会有一个植物 所以说 旁边会有名字 这个基本上 有一些人 植物栏是空的 不可以 植物要写你们的小队植物 假如说你的植物栏是空的 你上面就会有分工或流程不明 你们大部分拿到都是分工跟流程不明 第二个 这个名字 原则上你可以写真的 好 来 我现在跟你讲 这个是你们第一页主要的表格 对不对 第二页 是什么 流程表 所以说 除了这个以外 它有流程表 第三个 是你们的图 每个人都搭完了三项工程 所以说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搭三桌 请你跟我讲 搭三桌 第一栋是什么 点几点 对吧 所以说 你的流程里面 前面有一个 时间 第二个是流程 多少分钟 你的内容是什么 后面 负责的人是什么 前面点点点 你写准备器材什么东西都没关系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打一个简历节 对吧 请问打简历节要多久 五分钟 OK 我们就假设五分钟 你写五分钟八分钟十分钟 我都OK 五分钟 假设 九点开始 所以说 你的时间就是0900 到多少 09 05 五分钟 对吧 你的流程是什么 打简历节 对吧 你要用四根竹子 因此你的流程 你要在这边写什么 打一个 简历节 内容要写什么 谁打 你有八个人 ABCDE要哪个人打 好 A打 所以说 你要在内容写什么 写A打 简历节 你在这边是四根打一个 这边是打A打简历节 好 你的图 这一个是简历节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简历节 所以说你要标号 假设 我这一个标号 是 甲 你的图 这一个地方要写甲 而且要在这边写 图的地方要写甲是简历节 这个要写甲 对不对 A 在这里要写什么 打简历节 打简历节 打简历节什么 哪一个简历节 夹 那我问你B要干嘛 C要干嘛 D要干嘛 请问A B 整个B C D E F G要干嘛 餐桌 餐桌 记得 餐桌 四个人做就可以了 所以说 这种写法有两种 我都可以接受 第一个写法 A B C D 四个人 第二个 E F G H 你就写说 他去做高价照流理台 那你就是只有A B C D 四个人 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A B 编成一组 A组 所以说 A就是 A-1 B 就是 A-2 这一个 就是 B-1 B-2 所以说 你会有几组人 你会有 A组 B组 C组 D组 所以会有四组人 A打简历解 A1 打简历解 因此这一个人就要写 A1 打简历解 你要写 A1 打简历解 A2 干嘛 A2 就是B A2 要干嘛 A2 协助 A1 打简历解 其他人要干嘛 因为没有事情干的 这一个时间他只能做这个 其他没有 所以说你就写准备 竹材 第一个动作写完了 我跟你讲 我现在写的同一个时间 所有的人 都去做正确的事情 其实真正正确的事情 就是打这一个 对不对 第二个动作呢 是不是要打方圍结 打椅子的方圍结 对吧 好 打一个方圍结要多久 随便 5分钟10分钟 好 第二个你就要写09 09 05 到 10分钟 没关系 0910 我要打什么 打椅子的方圍结 是不是要打椅子的方圍结 这边10分钟 来 餐桌的椅子有两边 一边是高边 一边是低边 请问你这样子写 我怎么知道要打高边的椅子 或是低边的椅子 因此你要写说 你要打哪一边的椅子 我们习惯会先打低边的椅子 所以说你这边要写 打低边的椅子 方圍结 打低边的椅子方圍结 好 谁要打方圍结 因为你分成四组嘛 对吧 所以说 方圍结是 这一个人打一个方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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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个人都是协助他打方圍结 那你的图 一边的方圍结 你要在这边 要干嘛 编号 你们n多个人都没有写编号 直接在这边跟我写方圍结 不好意思 这样通通不会过关 这个的编号 你要能够写 你要写说 A1 A2 A3 A4 你要去指定 谁打这个神结 也就是说 这一个他打方圍结是A1 这个打方圍结是A2 这个打方圍结是A3 这个打方圍结是A4 H去辅导 这一个人打方圍结A4 他去辅导 协助他打方圍结A3 他去协助他打方圍结A2 他去协助他打方圍结A1 然后 这一个是要打低边的方圍结 然后你的内容是什么 内容是A1 A1这一个人去打小A1的什么 方圍结 下一行都是一样同样十分钟 然后呢 这个要写什么 为什么是B 好 B要写再跟他同一个 就是B的这一个人 要协助A1打什么 打A1的方圍结 对不对 这一格呢 不用 你这一格就把它控制 因为这一个就表示 你在这一个时段 是都做同样的事情 这一个要写什么 OK 这个呢 怎么会一样 这一个要什么 C 然后 这个写完了 这个打好了对不对 接下来做什么 这个打完了之后 接下来十分钟好了 一样 我从这边 9.15到9.25 打什么 打高边 是不是要打高边的 你是不是要写打高边的那个方圍结 然后完了之后 这个要怎么写 神结要编好 不要忘记 所以说 1 2 3 4 你就要编A5 A6 A7 A8 这个要写的哥哥跟他一样 然后这一个 他打了A1以外 他还打哪一个 他还打了 他还打了 这样子整份写完 你的工作就做完了 也就是说 第一边做完了之后 接下来要打什么 桌面 也一样再写 接下来要打绑什么 黎巴结 然后 整个餐桌就写完了 有没有问题 没有 知不知道怎么写 知道